安利万人犹台活动 特地还发放了他们专属的消费券 让这1600位首发团员 在基隆庙口可以享用晚餐 心中这个顶边错了 还有营养三明治 可以说是最受欢迎 而除了小吃之外 身价百万的直销业务员 也懂得精打细算 专挑夜市百元的伴手礼 想吃台湾的风味 想吃台湾的风味 开心宣示 此时何何 安利路客首发团 以前600人大阵仗来到基隆庙口 眼前上百摊小吃 该从哪里下手啊 路客来安利特地发放专属消费券 最火热的顶边错 首推第一名小吃 营养三明治 盐气也很旺 张大贼一口咬下去 满足全血在脸上 再来碗甜汤 外加一口香肠 吸引大批路客尝鲜 现在我们要吃一口香肠 这里都 来一口吃香肠 这个香肠在这里很有 苗家老板也各个抢生意 做宣传海报 台湾汉堡挂包也抢进 庙口小吃赞 夜市更有人 赶快两个100 赶快来挑 闪恋恋的手表 两只100元 路客东挑西选 手里抓个两三条 还想再买 再往里走 导电或精品包包 一样抢半天 一手抓个五六个 也不嫌多 一大路海平 赶快 我这边挑漂亮的 挑带回去 给人家住个看 这比很好 我们要买几个 我啊 能看到漂亮 我都说人啊 这些剩下百万的超级业务员 精打细散 挑的都是50100的小东西 当伴手礼 直到回程 还是念念不忘 台湾夜市 不过上船前 传出两名团员走失 还好是点名乌龙 让路客启程 前往花林 延续快乐台湾行 中天新闻范姓成 方A3小组 基隆报导